路口一輛兵士突然紅燈左轉切了出來 直行車輛為了閃車向右急轉 後方騎士來不及反應 直接撞上轎車當場慘摔 車子還在地上轉了好幾圈 放慢畫面再看一次 兵士強行左轉 害得機車騎士刹車不急 連人帶車重摔 手肘骨折全身多處挫傷 只是肇事兵士目睹車禍 不但沒有停下車關係 反而加速離開 同樣是亂切車駭狀 只見綠燈一輛車輛往前行駛 前方路邊銀色轎車卻突然往外切 嚇得騎士急得閃車 亮澄追撞車禍 兩輛機車擦撞 騎士重摔倒地 但仔細看 往外切出車道的轎車 卻直接離開現場 比較兩起駿逃車禍 兵士車紅燈左轉得罰2700 而銀色轎車 連停紅線最高罰600 每打方向燈則是1800元 加上沒有禮帳行徑中的車輛 最多還得再罰1800 共同點都是涉嫌兆逃 得面臨吊銷駕照 以及最高七年徒刑 法官如果認定 這都算交通事故的一環 即使沒有撞到人 也間接造成車禍阻音 輕易離開現場 被加上肇事逃逸 恐怕會害自己最佳一檔 記者正人宗黃子鳳台北報導